黑人陈建州15年龄绯闻。 范范松口认唯一吃醋物件 范范、范伟奇和黑人陈建州相恋至今15年,婚后育有一对双胞胎。 飞飞翔翔,家庭生活幸福美满,被问到是否曾吃过老公的醋。 由于南方交往至今几乎是零飞闻,也完全没有过任何一状,她坦言不曾有过这方面的担忧,硬要挤出一个例子破物件的话,可能就是吃篮球的醋吧。 黑人主持节目多年,难免会遇到不少年轻美媒,据一周刊报道,范范常被问,乃完全不怕吗?从来没担心过吗? 对此,她坦言,无论是老公会不会出轨,或是出柜。 她完全没有担心过类似问题,就算老公被新闻报成是包养美媒,自己也会当成笑话去看待,她还笑说,保养都懒了,还包养乐。 如果硬要举出一个吃醋的例子,范范想半天只想出一个吃醋物件,那就是篮球,她表示,所有她认为生命中最重要的事,都是跟篮球有关。 原来,黑人从第一天认识范范开始,几乎每天都会提到,自己从18岁开始,就确定一生都要为篮球奉献,生活中所有的一切都离不开篮球,就连打电动,也都只玩2K篮球的游戏。 然而,黑人则把吃醋这件事,当成是可以保持感情温度的生活小情趣,目的很简单,就是要让对方感受到你很在乎他。 由于范范长刻意在他面前,大赞孔佑,雷恩格斯林,Ryan Gosling,很帅,他先是装作不在意,但隔天就跑去买和孔佑同款的大衣,并故意缓缓地出现在老婆面前,想及此表现出有些吃醋的样子。 有趣的是,没想到黑人当下完全被忽略,范范只是看住他说,你在家干嘛穿这样啊?外面鞋柜的鞋可不可以去收一下?他只好默默把大衣挂回房间。 不过,他也不忘强调,虽然吃醋可以是培养情侣感情的工具,但前提是绝对不能走心,否则也不小心,就有可能会点燃战火,小火可以移情,但就怕造成森林大火,几个礼拜都灭不掉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